耶稣很大的恩典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我希望大家会真的对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有很真实的回应,真是全心全意的感激耶稣 耶稣十架七言是将耶稣的救恩很清楚说出来的 当你看到十架七言,你看到耶稣的心情 看到耶稣对我们的爱,看到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救我们的灵魂 第一句我们一起读一下,路加福音23章34节 当下耶稣说,父阿赦灭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彬彬就尖沟分他的衣服,接着括弧那些就不是圣经了 耶稣上了十字架,马上为钉他的人和我们祷告 我们的罪引致耶稣要被钉死,所以他被钉死 我们是有罪,即是我们是在钉死他的事上我们有罪 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耶稣要被钉死 十字架是一个很残忍的刑罚 因为首先是钉打他,罗马人的钉是会在上面有金属 所以一钉打的时候,是会很痛苦,是很流血 还有他会扯那些肉出来的,那些金属在钉上 钉会分开几条的,就是钉的尾会分开几条 一钉打下去,我们在电影看到他,在《仇人曲》那里 已经看到他有几种鞭放在那里 一钉打下去的时候,就把肉拉起 耶稣是,圣经是知道的,所以圣经有句说话 在《以赛书53章》那里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就是耶稣受的鞭伤,圣经一早预言定的 就是他死的方式,他是受鞭伤 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所以我们呼求耶稣,耶稣可以带来医治 有很多人经历神迹的医治,有很真实的医治 许志偉医生已经看到是有癌症的 特别是他自己的医生,经过几次的化验 把里面的组织抽出来,都证明他是有癌症 并是扩散的,但当他祈离耶稣祈祷的时候 跟着他动手术的时候,他一开的时候 发觉是没有扩散的,这类的神迹是有很多的 我们之前也看过一部影片,有个人 医生证明他没有可能可以癌症 因为他已经动手术,尾龙骨已经割了 但他是完全得到医治的 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因为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鞭伤,受那么大的痛苦 接着就钉上十字架 钉上去,有很多古代的痕跡一些 就是钉在这里的,因为这里是比较容易支持他的身体 有可能钉在这里,也可能有些钉在手上都不定 有时候会绑住,但总之无论如何 因为手是很敏感的地方,所以钉在这里是很痛 还有就是脚,让他流血 但耶稣一上十字架的时候,人们就讥笑他 因为那些人说,你既然是神的燃子,你又实际上跳下来 因为那些人不信,那些人呢 虽然他见过耶稣的神迹,但人就是会这样的 会复和,复和大众的 中文有句说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当耶稣被人捉的时候,他说 如果耶稣你是神的燃子,应该可以救我 你自己救自己,又救我们 但耶稣没有这样做,因为他选择了为我们而死 是耶稣的选择,所以我们得熟 如果耶稣当时他不死 所以耶稣在厄西玛丽园 临厅十字架之前一晚,在厄西玛丽园 那里祈祷说,如果可以,求你把这个苦杯下去 但不要照我的意思 他都求的,他说 神啊,如果可以有方法救到世人 你就把这个苦杯下去,让我不用经历十字架 耶稣经历十字架,其中的痛苦就是肉身的痛苦 但另一个痛苦就是他和神分离,被神咒座的痛苦 这个痛苦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但天父也是说,这是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耶稣受这个苦 所以耶稣经历的时候,不是说很容易的 圣经说到他是痛哭的,他是很恐惧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面对同天父,他面对神的愤怒 将来我们会见到神是慈爱的 但那些不信的人会见到神的愤怒是非常恐怖的 我们也会见到那些人见到耶稣的愤怒 我曾经有一个人,我认识一个人 他是时时见到异仗 他时时祈祷,他说我想见到我爸爸 他真的见到他爸爸 他见到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已经死了 他就想走,但是他爸爸说你不能走过来 他说你走过来,他又不行,他说你那里很光明 他爸爸是不能够去光明那里的 那将来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是的 就是没有耶稣的社罪的 所以这个救恩是一个很大的救恩 而耶稣一上十字架,就是如果按照人 譬如你刚刚一脚踢在那个人那里 或者他有个电脑很新的 你把他一声掉到地上,借来涌 你一声掉到地上,或者掉到坑渠 掉到水里面,整个电脑没了 我相信什么人都会有真正的反应 耶稣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应该有很自然的反应 就是会生气,但当时他没有 他只是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曉得,他不知道他们所钉的 这个是全能神 这些祭司、这些文士都已经死了 当他死的时候,他发现耶稣不是普通人 他是神的儿子,是审判全地的主 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会很后悔 因为耶稣就说,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但他就说祈求,付一声给他们 也有很多人听到耶稣这句说话 看到耶稣的生命,他不只是口说 不只是行神,而是他里面有这种 那么大的灵害,希望我们会常常想到 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有时我们会得罪神 做一些不好的事,或者觉得从神很远 很多人就害怕,不敢祈祷 但我希望,当你有一天犯了什么罪 无论你犯了什么罪 有一天你如果犯了杀人的罪 或者你犯了奸人的罪 我希望不会了,很严重的罪 无论你犯了什么罪,你记实我这句说话 你都可以回到耶稣那里,耶稣赦免 但我不是叫你,我故意犯了罪 让耶稣赦免,因为那个痛苦不好受 耶稣就是有一种这么大的原谅的恩怜 所以每一次你说,哎呀神啊 我不敢向祢祈祷,你就记实这句说话 我们一起再念一下,记住他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再念一下,记住他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即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钉的是耶稣 所以耶稣有这种怜悯的心 好了,接着第二句 有人翻译19章26-27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从此,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里不是圣经了,耶稣孝顺,照顾母亲 这里就是耶稣见到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 这里就是约翰 那约翰福音呢,里面约翰自己写的 他就在后面的部分,他就不写约翰 他就写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因为他有这个信心 他知道耶稣和他有很亲密的关系 耶稣很爱他的 他会写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这个很特别的,耶稣有很爱我的信心 祈祷会不会说,耶稣现在很爱我呢 其实这个祈祷的很重点 就是你怎样可以圣灵充满 还有祈祷可以得到满足 很多人说,去到安卡罗或者去到叛尼圈那里 一祈祷,哦,跌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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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感受 没什么,跌低,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没有想着神的爱 你的心里没有一个渴慕的心 所以每一次我说,你祈祷的时候,你感受很平安 让你再留意一下里面有什么感受 当你留意的时候,你发觉里面是有爱的 你留意的时候,里面有平安,有轻散,有感动,有释放 也都有喜乐的 对吧 对吧 谢谢大家